長實實Q 有眼不識曹人超 在故事鼎鼎大名的草sir 竟然沒有人認識 不是吧 這件這麼離奇的事發生在長江中心 草sir租那裡的寫字樓做婚老達兩年 話說最近宮朝 保安就嚴密了 但畢竟草sir日日出出入入 又有頭有面 竟然有實Q哥哥截停草sir 問阿山你哪位 上去做什麼 你這裏上班的嗎 草sir竟然回答他 不知道 實Q哥哥又怎麼收貨 草sir都很無奈 畢竟當時的市差 上寫字樓都不知道做什麼 最後有位認得草sir的實Q放行 其實有人認得草sir 都會懷疑自己是不是認錯 就好像有次他去寫字樓附近的大家樂 有食者問 是不是寫財經的草sir 但又說如果真是草sir 就不會在這裏吃飯 草sir就說如果以他吃飯的地方 去判斷他的身份 那也沒辦法 最後都是一笑自知 沒鬼回答他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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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